记者张宣哲台中报道 正值岁末感恩时节 静怡大学从台中湿南区迁至沙路届满三十年 静怡大学为了感念当年各单位协助颁迁校区之情 四日举行一千沙路三十情夜 但点灯祭感恩晚会 台中市长林佳龙共襄盛举 静怡大学董事长苏耀文主教 校长唐战义 副校长温家县等人 点亮象征基督之光的彩灯 感恩邻里社区民众国军及教职员 在碧露蓝旅签校过程的协助 静怡大学耶诞点灯祭感恩晚会 游落拳打鼓队 静怡合唱团 吉他社民歌表演 揭开序幕会中颁发感谢状给历任校长 与协助班签 捐款校务的恩人及热心教师 校友并未弱势团体 募集耶诞爱心礼物与善款 林侠龙指出 全国听主教小学中学高中及大专校院 也以接力方式耶诞点灯 期望如主题以基督的心为心 把冷漠变成爱 透过募款协助弱势族群 是否与静怡大学签订资讯先进一起探索 大台中地区高中职师生城市培立与在地关怀合作备忘录 落实产学课程训练及这业辅导 让青年期望攻城人才培育 静怡大学董事长苏耀文说 静怡是天主教学校 透过耶诞点灯仪式 点亮每个人内心的新灯 将永恒的爱与喜悦 带给身边每个人 让社会充满关爱和谐 正义与喜乐 静怡大学校长堂 转义表示 静怡1954年搬到台中市复兴路 后来因都市计划的道路穿越校园 学生人数超过4000人 学习空间不足 时任校长郭帆 已决定签校 因当时静怡已创校30多年 所需搬签物品众多 还为请地方及军方支援 静怡大学第一届杰出校友 范太平洋纪都南亚妇女协会 中华民国分会理事长陈淑珠表示 回忆着当时在复兴路校区 学习与生活点滴 转眼间千笑杀戮已过30年